有些事情 人 我們這個世衛上就有禁忌 譬如說 什麼話不能說 去坐飛機 空姐不是要點餐嗎 Coffee tea or me Yes 點餐的時候就問你 你要吃牛肉 還是要吃雞肉 你不能講 我要醉雞 你知道嗎 我們去餐廳不是有醉雞嗎 對對對 那個大雞 去便宜 如果拜拜 不能拜翁來 知道嗎 醫院也不行 醫院不行 醫院拜鳳梨就表示醫院生意要很好 對對對 對不對 我也只有中原普都不能拜鳳梨而已 還有很多 送禮的時候 不能送人家十鐘 尤其生日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朋友 那個鐘是很漂亮 可是兩個人就因為生日禮物 因為送禮也是個學問 他送了一個歐洲的鐘 真的我們看到那個鐘是超級漂亮 而且很貴 可是獸心就馬上翻臉 馬上翻臉 然後臉色全變 對 兩個就就絕交 真的 因為有的人很忌諱 很忌諱 送中對不對 那還有什麼呢 話也不能亂講 對 去到夢白看到有的夢白有那個相片 對不對 有些很漂亮 跟以為一樣 這個這麼漂亮 沒菜 厲害了 厲害了對不對 是 還有 不要錄完影 我先走了 你安心的走吧 這那個 真的 這個要注意 像我的員工 每次要下班就說 老師我先走了 我說 你幹嘛這樣說 你說你先下班 對 要說你先走 對 那如果講你安心的走吧 也可以說你放心 你放心 你先走 你放心的離開 好 那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談的是 這個禁忌 因為禁忌啊 如果你觸犯了 有些人很在乎 那這樣會夠 好 首先我們要請盛美來講一下 有一個舅媽就告了自己的外甥 殺人啊 為什麼 很嚴重 為什麼呢 真的出人命 就是中國有個年輕人 他叫劉冰 他是在大年初二的時候 一定會走親戚 親戚會來拜年什麼的 那他的舅舅看到他 就跟他講說劉冰 你頭髮這麼邋遢 你怎麼沒有去剪一下 整理一下 那這個年輕人不喜歡人家念他 那既然舅舅都念了 大年初二 他就想說好吧 他下午就跑去理頭髮 他就把頭髮理了 理了之後呢 晚上 他就接到他的舅舅 因為喝了酒 騎車出去 結果出車禍 他的舅舅當場死亡 大年初二 然後呢 這個舅媽就對這個外甥提告 是真的提告 說他殺人 是真的 上了中國的法院 不過法官駁回 可是大家要問說 舅媽為什麼要告他 對啊 好 是是這樣 我們剛剛提到禁忌 對 每個地區也有 對 或每個民族也有 那在中國呢 有一個說法是 正月離法死舊舊 就是你如果在大過年的時候去 的確在台灣也有這種 就是大過年的時候 不要理頭髮 或是有一些這種說法 那在這個地方更嚴重的是說 正月離法舅舅會死掉 那舅媽認為說 你就是造成你舅舅死亡的原因 所以就把他告上了法庭 不過各位也知道嘛 最後法官是把他駁回 但駁回的理由 法官講了一句話 他說的確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正月離法死舅舅 可是死舅舅 其實是來自於一個諧音叫思舅 思念的思舅時代的舅 他說這跟所謂的什麼迷信 死舅舅 沒有關係 但是的確有這樣的說法是 正月的時候不要去理法 但我小小講一下 為什麼叫正月離法死舅舅 是因為滿清在入關之後 不是要求漢人要替法 很多漢人是不願意替嘛 因為替法他弄一個辮子 所以當時就說不願意替 那不願意替法的人叫思舅 就思舅朝代 所以思舅思舅思舅 講久了是不是 死舅死舅死舅 類似假 那所以你用這個理由去告這個 蘇利斯這邊有個案例 是太太的先生過世 那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家是有三代 那她的公公婆婆 因為這是個媳婦發生的事情 她公公婆婆已經過世 安葬在一個地方 那結果她的先生也過世 結果沒想到 因為下大雨下大水淹水 淹水的時候那個地方 牧就是他們是土葬嘛 就泡在水裡面 所以那個媳婦就覺得說 那個我的先生跟我的公婆 都在這裡面 都淹水了 在風土上 那個如果泡到水的話 好像會對後代不好 就是不管是生命 人生會活得不久啦 或是健康出問題啦 甚至說還有可能出意外 或是後代會有什麼 沒辦法怎麼樣怎麼樣 講說會很多事情 她就很擔心 她想怎麼辦呢 她只有想說一個方法 為了避免這個事情 她就自己 她有兒子 她自己把這個 木網全部簽帳到另外 比較乾的地方去 但是她的兒子們都不出錢 很習慣兒子都不出錢 她說這是你爸爸 還有你阿公阿嬤 他說不出錢 那他說 他就已經在提告 跟法院提告說 他要付簽帳費用 那最後法院判決出來說不用 你就說那為什麼不用 那不是因為風水嗎 他說法官院就說 其實雖然是有這樣的風俗習慣 可是並沒有說這個必要性 它並沒有證明出來 所以判決說他們不用付 雖然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風水的東西 還要看法律上是看有沒有必要性 甚至有的案子是 像有人祖孫三代 這個夫妻有生一個小孩 那爸爸媽媽其實感情沒有這麼好 那那個時候呢 這個爸爸這邊呢 他的祖父還過世了 過世的時候 他就想說 要去帶我的小孩去 因為總是要去告別式嘛 他要帶去 但結果他想要帶去的時候 媽媽就說不行 因為媽媽說 因為之前曾經帶去 去他的阿嬤的告別式的時候 好像就什麼 小孩子回來就哭鬧不止啊 刷到 還怎麼樣 他就不可以 因為上次就這樣 還哭還吐還怎麼樣 他就不讓他去 那個爸爸說不行啊 我一定要把他帶去 不行不行 然後結果岳父也出來了 所以其他阿嬤也出來 不行不行 他才開始扭打起來 扭打起來 這麼嚴重 就一定要暴去 那他不行 所以就造成一些受傷 於是提告傷害 提告傷害之後 那就提告要賠償的錢 因為有一些精神賠償 那最後呢 他是法官判是賠償一點點 他判決理由 就這樣寫說 那雖然我們知道女方 是很 所以愛惜小孩 他為了愛惜小孩說 其實上次刷掉啊 或怎樣怎樣 不去啊 可是這個東西呢 是一種 人情世故 就是對爸爸來講 他要送他的這個祖父 也就是說他真祖父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要想辦法 你不能說因為有這樣 曾經被刷掉 結果那個就是法院 你還是要想辦法 所以還是認為說 還是要多賠一點點錢 這樣子啊 還是要賠一點點錢 賠一點點錢 小孩有時候真的會怕到 所以說他是說想盡辦法 像以前我們在做 我記得我以前曾經也是 我有當過軍事法 憲兵嘛 要處理車禍 人過世的時候 學長說你要出去的時候 要帶什麼 帶什麼榕樹葉 他說要帶什麼榕樹葉 那沒有我是帶聖金 我說學長我有帶聖金 因為我們要幫忙 聖金也可以 聖金有帶這個儲物處理 就會說這個保護這個 比較不會有什麼衝到之類的 那這裡廖老師是有一個故事 跟大家分享 對 剛剛那個蘇律師講說 那個犯桑煞 其實還蠻多的 有一些 有一些時候真的不能不信邪 比如說我看過很多就是 剛好男性三十九歲 五十九歲 剛好逢九 又犯桑煞 然後呢 而且他這個桑煞直接聰命工 就直接就真的去參加這個桑之後 就走了的 好幾個 真的真的 我服務二十幾年 所以逢九最好不要去 要看他有沒有 逢九就是怕有桑煞 那個要很小心 對 那我來講一個就是說 剛正大哥 我們在節目一開始 也有講到 我們到這個墓園 或是有商禮 所以有人說你四十九 有人都不要說自己四十九歲 對 都會說五十 對 都會跨過 對對對 就是逢九 但是有女生又很計較 對 四十九就四十九 還沒滿耶 幾個月都很計較 對 剛剛就講到說 這個商禮 有一些禁忌 有一些話不能講 對 那我就有一個 就是說 我有一個客人 他的女兒 然後他也是 就是嫁給一個 我們國內滿有名的醫師 然後他就是這個醫師 他是外科醫師 所以常常要動刀 對 然後他就有一個同事 就是這個醫院 有一個同事 就是非自然死亡 就想不開 然後在辦商禮的時候 就告別式 剛好他這個同事 跟我這一個 就是我要講的當事人 他的老公 對醫生的太太 對醫生的太太是 他們是很好的朋友 就是說醫生跟醫生是很好的朋友 那告別式的時候 剛好碰到這一個醫生 他有刀 所以他不能去那個告別式 就請太太去 對 就請太太去 那太太呢 就去參加了這個告別式 然後他就跑到這個臨堂 就看那個照片 看了照片之後就說 好可惜喔 這麼年輕又這麼帥 怎麼會想不開 為感情想不開 是個男醫師 對 是個男醫師 他就說怎麼那麼可惜這樣子 然後參加完告別式 回家的時候 跟先生在用餐的時候 他就提到這個 他說怎麼那麼的想不開 當了醫生 又那麼年輕 又那麼帥 他要娶什麼老婆 都有 怎麼會這樣想不開 然後就從那個晚上 這個醫生太太 就睡不著覺 對 就沒有辦法睡 沒有辦法睡 就翻來覆去 沒辦法睡 第一天還好 一直到第三天 他就跟他老公說 他不知道為什麼都睡不好 這樣子 然後他老公就說 不然你吃個鎮定劑 都三天沒睡 好吃了鎮定劑 還是沒辦法睡 一直到一個禮拜 他就打電話給他 我這個客人 打給他媽媽 就說媽 我一個禮拜都不能睡 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我這個信眾也沒有去意會到說 他女兒參加喪禮這件事情 然後就都不能睡 一直到半個月 他先生說不行 沒有睡半個月會崩潰 對他說不行 他就是一個禮拜開始 他有給他安眠藥 可是好像就睡一個小時 又醒來 就整個精神都很好 可是他覺得他身體是很疲憊的 然後這個先生說不行 你要住院 我們檢查到底哪裡有問題 那因為他就是 我們國內很著名的醫生 他就聯合了幾個醫生 幫他這個老婆會診 也做了核齒共振 什麼全身都檢查了 就是檢查不出任何問題 然後在住院的時候 他這一個太太突然就發高燒 然後就一直四十四十一 四十四十一這樣子下不來 結果就在醫院裡面折騰了兩個月 這個太太就走了 對 就走了 就查不出任何的病因 就一直在治療治療 然後就查不出什麼病因 就走了 走了之後就是這一個 我這一個信眾就想到說 當初他怎麼沒有想到 他女兒可能去衝刷 一直到他女兒這個 他辦完喪事 然後他們之間就有生了一個外生 就是有一個孫 那是因為那個輕生的醫生來找他嗎 纏住他了嗎 應該是 那我們如果說 你知道又老又醜 也該走了 這樣不好意思 這樣也不行 他也會找你 也會找你修理 這樣說不對 我們就是靜默 用這種敬畏的心就好了 結果就走了 那為什麼他會說 來找我的時候 就他是來問我說怎麼樣 可以讓他的女兒在那邊比較好 應該幫他做一些什麼 然後他後來為什麼會知道 他女兒就是衝刷到 因為他就是他女兒這麼早走 然後他就因為他是佛教徒 他就請了很多這個佛教的大師 來幫他這個念經 註念這樣子 那其中就有一個就是也是居室 在家修 然後他就也是會通 他就說那個這個太太 你的女兒是有沖煞到 他是有去參加喪事這樣子 他才想到 對 這樣子 那我們有時候難免心裡面 有那個念頭 那不要講出來就好是不是 不要講出來 那那個心裡的念頭他看得到嗎 他會意識到 因為 因為成為 沒有 連念頭不能有耶 對 怎麼控制得了 因為我們成為 離開這個肉體成為靈的時候 他不一定要開口 是用感應的 因為你知道嗎 有時候參加喪禮 也會覺得說 幸福娃娃是一個輕鬆的節目 心裡面雖然參加喪禮 心裡面一直想回去看新聞娃娃 這樣也不敬吧 不會 那個不關乎於 他個人的話 就比較沒有關係 那如果你那個念頭 沒有辦法就是控制的話 你就那個念頭一起來 你就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在內心裡面這樣念就好 對 是 是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